你决策不用经过主管同意 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 他是真的 就是这个决策 他可以大到 他今天要花多少钱 去买纸牌屋这部片 他居然不用跟他的老板报告 就是自己决定了 就去决定了 听起来好像是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觉得说你有非常大的权限 来做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今天真实地想一想 今天如果要你做这个决定 你居然不用跟任何人报告的时候 应该会很害怕吧 因为表示说 你要为这个决定 负全权的责任 欢迎收听迷成品Podcast 今天读什么单元 在每一集节目里 我们精选一本书 邀请来宾深度分享 也聊聊这本书 带给我们的阅读趣味 启发与思索 大家好 我是Amber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的书是 关于串流媒体Netflix的 一本企业文化书 书名是零规则 那今天邀请到 与我们对谈的来宾 是这本书的出版社 天下杂志出版的总编辑 吴运怡女士 欢迎运怡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们对Netflix应该都不陌生了 可能每个人都是他的订户之一 这个规则之下他所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Netflix应该才公布他最新的数字 他现在全球有两亿的付费订户 所以他的股票大涨 那这个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成绩 也是大家为什么会对于Netflix这么的好奇 因为呢就是在 现在大家在讲订阅经济这个模式之下 那Netflix应该是第一个这么大力的在发展的 而且呢他颠覆了大家很多的过去的想象 而且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公司 其实他成立才20年 然后他在这个20年当中已经做过四次的business model的转型 所以他的成绩实在是让人家非常的惊艳 经济学人呢还有一篇报道 上面有讲说其实一个Netflix 大概就抵挡了整个的好莱坞 就是我们大家印象里面的好莱坞 就是一个那个山头上面写了好莱坞几个大字 那在经济学人就把那几个大字换成了Netflix 因为他现在的他推出芯片的数量 或是说他的观众都已经胜过了过去的 大家习惯的美国的这几大片场 所以他是一个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个成功的公司 然后他也不是像Google不像Facebook一样 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大什么样子 就是说大家的平台或者一个高科技 他其实做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大家还蛮熟悉的 就跟他当初他是从做录影带起家的 我相信今天现在大家在旁边听的很多的人 可能可能没看过 什么是录影带 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还蛮正常的 不知道什么叫做录影带 也不知道什么叫做DVD 这都是已经是这个被科技改朝坏代所取代的 可是Netflix他就是一家从做录影带 然后做DVD然后租给大家 邮寄订阅的 得起家的 然后变成了一个串流平台 他每一次都能够在新科技发展的时候 在宽屏发展的时候 跳入这个新科技 然后发展出一个适当的business model 然后在这个我们在讲说娱乐事业 在全球开始要蓬勃的时候 他就决定说他要开始自制影片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能 因为他就靠每一个订户 每个月给你这么少的一个订阅的费用 然后你想要去跟好莱坞的这些大的制片厂 去拼要做这些自制的节目吗 可是他后来他也做到了 因为他先看到就是说版权这件事情的重要 然后他怎么样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model 现在大家在Netflix上面可以看到 不只是说韩剧日剧或是台湾的自制影片 我们也会听到有人在聊说 丹麦有一部片很好看 北欧 冰岛 对有什么样子的节目非常好 其实是他把大家带到了一个不同的创意文化的境地里面 所以这家公司他一定有让人家佩服之处 因为他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吗 不是 他是第一个串流平台吗 他不是 那你说付费制他是第一个吗 你也不能够说是 可是他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结合得非常好 而且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业界追求的标准 那这个就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 我们在讲说 如果你想影片的话 HBO比他早多了吧 对不对 然后你想说这个影片的资产 Disney比他丰富多了吧 可是在他推出他的串流服务之前 没有人想到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为什么一家公司能够这么的创新 能够不断地突破自己 或是不断地改写这个产业的标准 那这个就是这本书 他告诉你说 他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文化 其实文化听起来是一个很空的东西 其实要做这个business的书的话 其实文化是 应该是我的最后一个选择 就是因为文化 他谈起来非常的空泛 可是这本书 他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他不一样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说很少 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的CEO自己写书 可是他们通常写的都是企业的策略 或是什么人才养成的方式 就是真的在写企业文化的书的话 其实是不多的 那这本书是Reed Hastings 他自己写的一本书 而且呢 他不是自己写 他找了一个人和写 那和写书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呢 大家也都知道 CEO怎么可能自己写书 他通常都会有一个写手 那通常都是一个记者 或是一个专业的写手 可是Hastings找的这个共同的作者 他很不一样 他是一个专门在研究文化的商管学院教授 Instagram的教授 叫 文化地图的作者 对 文化作者 对 Aaron Meyer 那这个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呢 你要去找一个教授写书 其实是非常挑战的 他可能跟你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们都是实作的人 然后你要让一个人来检视你的做法 愿意成为你的共同作者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 而且呢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他讲 然后这个教授写 并不是 而是他邀请这个教授进入Netflix 你随便说你要 采访哪一个国家的 国家的Netflix都可以 哪个员工都可以 他们要讲什么 你不用告诉我 你自己去问他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我讲的跟我做的是不是真的 大家的感受是不是这样 所以其实能够有这样子的和谐的一个过程 可以表示出这个人的自信 以及他其实他也很想了解 大家对他的看法 对他不是一个 我们听过非常多独裁的企业家 那他其实不是一个 这样子的作风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本书成书的过程 其实也是Netflix 他这个文化的一个产现 比如说刚刚说到 文化地图的作者这个Irene 他到这个Netflix各地去访问 将近两三百名员工 那他当初要访问的时候 当然也提出来一个选择 就是受访者可以选择匿名 还是不要匿名 但没想到大出意外 其实最后几乎所有的员工 都选择诚实 就是说出自己的 就是署名了 他没有要藏起来 那另外一个是就是公开 完全你可以公开来检视 我Netflix或我这个主管 我过去做的这些决策 或者是我领导的方向 我们的每一个员工 都可以就是非常光明正大地 直接说出来 觉得哪里好 哪里不好 那这个跟Netflix 他非常强调的两个重要的价值 其实还蛮有关系的 一个就是诚实 直接的回馈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在企业里面常常定期 可能每六个月就要实践一次的 365度的回馈这一点 对 Hashing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工程师出身 所以我觉得他的 所有的思考的架构 其实都是非常有结构的 而且是可执行的 真的很像是一个工程师 所以其实他讲 他的企业文化 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就是诚实 然后透明 另外一个就是人才 就是这三件事情 是他建构他的企业文化 跟他所有运作的 三个最核心的事情跟要求 那他也就是这样子 来持续的做 我们在看这个书 就是他每一章的总结 就是刚才说到运营三个重点 就是人才 然后诚实 直接透明 这三个重点 但每一章他大概都会总结 那这个总结就是以两个关键词来带到 就是FNR 就是一个是freedom 自由 那另外一个是responsibility 也就是责任 那责任或者是每个人意识到 自己有什么样的责任 以及对应这个责任底下 我有什么样的掌控程度 我有什么样的自由度 以及我能够凭借我做什么样的决定 这是环绕这整本书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我也想邀请环尼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 透过这个信任跟认识责任 所以获得很大的自觉权的这个例子 在Netflix里面 是怎么样有哪些工作例子的发生 没有错 就像主持人讲的 我们刚刚讲说 不管是就是人才诚实跟公开透明 这三个是他 他拆解出来 要建立这样子的文化非常重要的 然后他们的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就是一句话 就是自由与责任 其实这两个 自由跟责任是一体两面 你要拥有一个极大的自由的话 其实你是拥有了一个极大的责任 其实你是要负担了极大的责任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Netflix 你决策不用经过主管同意 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谈 他是真的 就是这个决策 他可以大到 他今天要花多少钱去买纸牌屋这部片 他居然不用跟他的老板报告 就是自己决定了 就去决定了 听起来好像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觉得说你有非常大的权限来做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今天真实的想一想 今天如果要你做这个决定 你居然不用跟任何人报告的时候 应该会很害怕吧 因为表示说你要为这个决定 负全权的责任 这个就是讲说责任 那今天我们很多的人 我们也碰过就是在组织里面工作 非常多的同事 他其实是不要负责任的 就是他只要把这个件事情 从左手传到右手 就算他的工作结束 他不要负担这个过程当中的责任 这样子效率会好吗 这样子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组织吗 或是说他会让每一个人 都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能力 或是说有成果的一个人吗 其实是不会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讲到 就是Nephas的文化 就是为什么讲说自由与责任 你要想有这么大的自由的时候 你就要有这么大的责任 这个责任是什么呢 这个责任是说你所有做的决策 都是要为公司好的 是 这听起来是一句很空洞的话 可是你在想说 如果大家都能够在一个 为公司好的前提之下做事的话 那其实很多的选择会非常的明白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同事聚餐 你可不可以叫一瓶最贵的红酒 就是这其实是一个选择 你可以要先想一下 这个跟公司的利益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因为其实你签出去的这个账单 就是我们讲说不需要跟任何人报告 你签出去的账单 签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人审核 你不用跟任何人讲的 然后你就花掉了 可是你做了这件事情 它真的是为了公司好吗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顿聚餐 我们值得开一瓶最贵的红酒吗 就是说这个是你为公司好吗 那如果换一个场景 就是如果今天是我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我可以开一瓶最贵的红酒吗 其实用这样子的角度来想 你就知道说你的决策会很容易 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跟共同的方向 那如果今天就是说我所有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层层审核的话 那其实速度会迈很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Netflix他讲的这个文化 或是他的做法 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适合 今天的作战型的团队 其实你在前线打仗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是需要当下的判断 那我们大家唯一的标准就叫做忠诚 就是如果在前线打仗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我今天唯一的标准 就是我做这件事情 他百分之百的是为公司好 那这件事情他如何串到 就是说他其他的做法呢 比如说很多的读者 一开始的时候 我碰到有一些人会给我feedback 说他讲的那个公开透明 在台湾是不可能的啦 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碰到这样子的 或是你们在朋友之间讨论 因为这本书还蛮畅销的 可能很多逆语你的朋友都看到 他说怎么可能会公开透明到这种程度 就是全公司都知道公司的财报 对这个在台湾几乎是层层审核的 对而且呢他是在上市 他在股票公开上市之前 就告诉员工 全部的人都知道 这其实是一个 就是应该是被所有人都告诫 一个极大的风险 其实他自己当时也有人说 你真的要公开给全部的人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不管是可能会有内线交易 内线交易 或是说有任何泄露的风险 其实对business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 那可是Rate Hasting 他自己在考量之后 他还是决定公开 因为呢 他就是如果你今天去讲了 你应该要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对公司有伤害的 是 就是说如果我要建立一个 大家能够诚实互信的文化的话 那应该是从每一件事情上面 都是同样的选择 所以讲回刚刚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 要我们的团队 在当下去做决策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就是说 他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够要求他去做决策 他如果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是对公司最好的 他如果连公司到底是什么 目标 对就是说我是在一个什么样 就是我的公司今天是超级赚钱 还是有可能赔钱 我居然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要求 他去做一个正确的决策 所以呢 就是说其实他的这些做法 是缓缓相扣的 就是你诚实透明 然后你才能够要求大家 自己要能够负责 如果人是在没有资讯的状况之下 你不可能要求 就是他看都看不到 他只能想到说 我今天签这个名 就是说是要传给下一官 我并不知道这个采购的这个东西 跟这个整个比资 是怎么样连结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要求 去对他负起这么大的责任呢 刚刚愿意聊到就是 这个透明跟资讯的重要 其实相对来看 就是他给员工这么大的自觉权 其实也跟资讯脱不了干系 除了很明确的知道公司的目标 跟公司的现况之外 其实你在做一个决定之前 他有要求员工 比如说你要买一部片 或者是你要在一个国家 开启一个大制作 其实你要有非常明确的 前期的一些资讯 不管是对产业 或者是对整个相关的 比如说财务啊 整个人力啊 所有的计划的一个研究跟安排 所以这个相对的大的自由 当然也就建立在这些 明确的资讯的理解上 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他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你能不能判断你去 我都不审核你的财务支出 你出差花多少钱 然后你这些费用我都不需要你抱脚 也不需要主管的签和 但是相对的他公司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机查的制度的 他不会每一单都去检查你 可是他也许每隔个一段时间他检查到 他就是要求只要查到有滥用的情况 当然你可能就得离开这家公司 所以相对于大的自由 让人羡慕的不得了的这些 毫无规定或毫无规则的架构底下 他其实要求的就是所谓的诚实跟透明 对我觉得这个英文书名 No Rules Rules 其实就是它是一个理想 就是一个大的方向 不是代表说我就真的什么都不管 就是其实它是有非常多的规范的 那我觉得这个规范 也可以说是它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 就它不是在一个没有标准的地方运作 那主持人刚刚讲的一个 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来分享 我觉得这个方法实在是超好的 就是它很鼓励就是如果你要提一个什么样子的计划 其实你可以先问问别人的意见 对就是 广真意见 广真意见 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非常的好 因为通常我们尤其很多 我自己就是工作或是我代人的这个经验 这个错误尤其容易发生在好学生身上 就是越优秀的员工 越容易有这样子 就是大家喜欢先把事情都做到 我自己先做到最好 我才要拿出来给大家看 就是我要我的出手就是一百分 不能有缺陷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有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是好的 可是呢在现在的这样子这么快速变动 跟每一个人其实所知都有限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别人的合作 需要别人的input 所以他其实非常鼓励 就是说当你有一个 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可以开一个表单 然后上面呢就是可以把你的计划写一写 然后呢去邀请你觉得可以给你comment的人 然后大家一起来给你看看 这个计划你觉得如何 我有没有漏了什么 或者说我没有想到什么 或是你觉得它不好在哪里 多征询意见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做法非常好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盲点 你可以趁早在最初期的时候 在你还没有任何的投资 不管你是心力的投资 或是实际资源的投资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大家的想法 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其实你也可以邀请你的主管来参加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主管为什么会觉得你的东西不够好 或是怎样的时候 其实都是因为他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跟他是一起发展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最后这个计划他还可以给你额外的资源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法真的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好 就是把你的计划提出来 然后去广争意见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可能 就是大家可能会立刻 心里会出现反驳 因为这可能跟所有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你说你是傻子吗 我提出一个完全不成熟的 你是想在我让 会被批万件穿心 对我是要被大家踩死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做法呢 所以这可能也是跟Nephas 他自己本身的文化是非常有关系的 就是他非常鼓励大家公开的讨论 然后给诚实的回馈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高的标准 可是呢你想仔细想想 这是一件这句话是合理的 就是如果你不给诚实的回馈的话 其实是对公司不忠诚 是 就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太过度了 戴帽子 对 可是其实是真实的 如果你知道你的组织即将要犯一个错误 但是你不愿意讲 而你不直接说出来 对 其实那是不是就等于是向你间接的 允许这个错误发生 允许你的组织受到伤害 所以他讲说其实不诚实就是不忠实 其实他是一个 你仔细想想他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 对 所以那为什么不鼓励 同事之间或是团队之间 可以给予诚实的feedback呢 那这件事情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尤其对于主管来讲 应该是特别的不容易 不容易 对 因为其实主管也是人 其实主管是一定会犯错的 所以呢 应该要从主管愿意接受大家的feedback 或是主管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 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 对 这件事情的判断上面 我不够周延 就是主管如果能够先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底下的人就会觉得说 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都可以承认 那所以呢 大家才会开始有这样子 可以跟着做 才会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所以在Netflix里面 他们有一个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 我后来也会在我的自己的部门里面实行 叫做大声承认错误 小声庆祝 这跟我们大家的所有的 不管是直觉或是做法 应该都是颠倒的 我们应该都是要求说 大声庆祝 小声认错 因为错了就不好意思嘛 就是知道就好 不用讲这样子 可是好的时候当然要鼓励大家 让大家才会士气高啊 其实不是 后来想想这个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如果可以有一个修正的做法的话 就是你可以大声认错 也可以大声庆祝 就是庆祝还是鼓励士气 可是大声认错这件事情是必要的 因为其实错误 它也是一个学习 因为你的错误 可以成为其他人共学的一个对象 如果大家有互信的话 如果大家没有互信 就是那你揭开错误 就是等 就是等着那个人去死 所以其实它是在一个 有互信的文化之下 所以当然就是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好像跟我们现在的组织 是有一点距离的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 换一个方式来想 就是你稀不希望 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工作 你稀不希望 你是受到信任的 你是不是希望 就是说自己的表现 是可以被认可的 是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的 那我觉得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应该是 想办法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小小的范围 小小的开始 往这个方向来移动 刚刚说到就是 这个Netflix的文化 就是诉求 你要诚实地回馈 然后大声地承认犯错 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由主管 由上而下 以身来作者 比如说 李德他就有自己提到 他在Netflix前一个公司 创立了公司 他曾经犯了一个聘雇的错 比如说连续五个 他请来的主管 其实最后都不合格 得辞退他 那他自己就觉得 非常的不好意思 百般思索之后 跟董事会坦诚说 这个雇人的错误是我 所以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但是这样子坦诚自己的错误 反而让董事会 就是更加的信任他 那他也提到说 以另外一个主管的例子而言 就是他有提到 有一次在会议上 也是某个员工 可能对于他的主管 有直接的反应 那这个可能是提醒他 比如说会议进行间 或者是发言上的 哪些态度可能需要调整 那这个主管接受到 这样子在众人面前 就是说 你刚才讲的话 好像都不给人家发言的机会 或者是你的这个说法 针对这个 对于这个同事不太公平 那这个主管 其实并没有勃然大怒 他其实在会议结束之后 他是去拍拍这个 给予回馈的意见的 这个同事的肩膀 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 关于就是 以身作者这件事情 因为以现在我们的 很多的亚洲文化 他其实员工是很害怕说出 不管是对同事之间 比如说你在工作上 可能有小到一个会议中间 说话的不舒服 或者是大到一个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 企划提案根本不可行 为什么不这样这样这样 那这个Netflix 他在书里面这边 提到的很多的这个例子 其实都能给我们 很多的经验的回馈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这本书他特地请了 文化地头作者 来一起共同撰写 当然针对于这个 文化的差异这点 他里面也有很多的琢磨 尤其是在Netflix 他从一个美国的公司 后来又扩展到 比如说荷兰 然后巴西 日本 新加坡等等 这个文化差异 不管是面对授权 或者是关于意见 到底是一个领袖主导 或者是一个集体共识 甚至是整个公司里面的 人际关系的文化 都差异非常多的状况下 我们也想请运宜来聊聊说 这个Netflix 怎么样透过这个文化差异 这件事情来 壮大这整个文化的策略 他在书里面的最后 就是说有他们做的 就是关于不同市场的 文化的了解 那我觉得这样子做法非常好 其实就是他到了一个跨国企业 其实你要推一个一致的做法 本来就是困难的 那尤其很多的事情 它是跟人有关 因为他做的是一个服务业 不是一个生产制造的事业 所以他会因地制宜 可是核心价值是不变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接受不同意见的程度 是怎么样子 他可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应该调整 什么样的做法 可是公开透明 他还是一样的 一致的一个标准 那我觉得 他对于服务业来讲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调整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因为终极的目标是一样的 不过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就是说那个主管 他在会议当中 底下的部署提了不同的意见 然后他后来也是 还可以欣然接受 然后拍拍那个人的肩膀 那我觉得在提不同意见的时候 就是说有两个重点 那也是他这个里面讲到的 那有一个很重 很关键的就是说 其实他是要为了那个人好 他是为了公司好 其实不是因为反对而反对 或是为了攻击而提出不同意见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 非常值得提醒大家的 为什么呢 那尤其是在就是说 现在在团队合作的时候 有些人他真的还蛮难合作的 尤其是很多聪明的人 就是非常优秀的同事 其实不见得是非常好合作的同事 那不见得就是你的优秀 可是他会让别人知道 别人的不优秀 然后他可能会用一个 有的时候你可以说是有一点带刺 或是有点恶劣的方式 让别人知道说 你这样做很笨 你这样做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 他不是用一个正向的方式 那在林规则这本书里面呢 他其实有讲到说 其实你应该是要用一个正向的态度 然后来给别人回馈 虽然你是诚实的回馈 可是你的初衷 你的出发点 是要为了共好 你是要为了这个团队好 为了那个人进步 那个人能够做得更好 大家都能够更省力 而不是说因为他这次没做好 所以你就要伤害他 你就要给他难看 给他死 就是说死在大家面前知道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不合格的人 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所以呢 Haston他自己也有在这个书里面写 虽然这话好像会有一点难听 可是他讲的就是说 Netflix不会用 聪明的混蛋 对 就是不会用聪明的混蛋 就是即使你再聪明 可是如果你是这样子 让别人无法忍受 那什么样就是 比如说会议里面 只要有他讲话 别人就都不要讲话 那就很明显的知道说 那这个人 他可能是有问题 大家是无法跟他合作的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我觉得他是给一个战斗型的团队 很好的一个指南 因为其实最终 大家是要合作的 而且我们是在一个 快速的状况之下 我们很可能会有摩擦的 我们很可能是 规则没有那么明显的情况之下 可是我们必须要合作达成目标 那我觉得这本书 是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这个大家一起 就是优秀的人才 然后大家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来 来前进 这也回应到书里面 他有提到 在南非子鲁族 其实是有一个 文部图这个文化里面 这个就大家一起共好 而不是只追求单一人物的 结束跟突出 那我觉得这个 刚好前一阵子我也看了 Netflix有一个纪录片 就是The Playbook 他就邀请了一些教练 来讲述他带球队 或者是带运动团队的一些经验 那我觉得这个跟他们的政策 比如说Netflix 有个非常令人羡慕的 就是他们用同产业里面 这个职位最高薪资 来聘估最好的人才进Netflix 可是在这个底下呢 他还是讲求 每一个人就是 都是最高最好的人才 所有的优秀的人才 在同一个团队里面 他们不互相竞争 就是内部不竞争 但是是一个 共好的合作方式来进行 那这个跟他们的一些 人才或者是人事的制度 也有一点点关联 我们也请运一聊一聊 我觉得Netflix 他在讲到人才的部分 他有 当然大家最容易注意到的 就是说 他要用业界最高薪 我觉得只要是所有的工作人 只要听到最高薪 就会觉得说 就会觉得非常的有吸引力 那这个当然是一点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我不是业界最高薪 或者说我怎么给得起业界最高薪 就是说我又不是像他一样 就是说收入这么丰厚的一家企业 本来就有行业特性 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目标 就是说你要吸引顶尖的人才 其实我们在过去 我们常常都会用 比较价值观式的 就是说大家来工作 其实不是为钱 为热情 为一个理想 对对对 可是其实必须要提醒的 就是说 其实实质的报酬是重要的 它可能不会是最后最决定的那个因素 或是长期以来 它后来就不会是那个最决定的因素 可是它的确也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价 跟对这个人的尊重 这的确是要考虑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实是大家都会 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他讲了人才过去大家都没有讲的一件事情 叫做人才密度 我们通常讲说 我们都要找好人才 或是我们都要找高手 或是我们要找优秀的人才 然后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人才 讲了各种的标准 可是呢 密度这件事情 是大家所没有讲到的 那我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的工作的状况 你一定碰过有一些project 做起来特别的顺 就是说 你做了一部分 然后交给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 他不但是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呢 他还可以把整个提升一点 就是说把你的球传到更高的地方 甚至可以弥补你 你漏掉的地方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通常这个project就会特别顺 所以通常呢 就是说我们会找一个test force 就是他全部都是 比如说都是各个部门的好手 如果这些好手都可以合作的时候 其实那个project会做得很快 是 对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都是有经验的 都是有资源的 都是有判断力的 他可以特别好的完成 那一定也碰过一种project 就是他明明会成功的 你觉得万事俱足 可是呢 就会有一个人 可以把他整个砸在地上 就是前面的这部分 到他手里的时候归零 就是大家不要重来 那差别在哪里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密度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的决定 其实是最短的那个 如果我们讲说 管理通常讲说捆木桶 就是所有的团队组成 他就是像是每一个板子捆成一个木桶 你这个木桶里能够装多少水 其实是由那个最短的板子决定 不是你有几个板子 或者说你最高的板子是多少 你最短的那个板子 决定了你这个木桶 能够装多少水 我们只讲了这句话 可是没有去想密度这件事情 所以他团队的人才的密度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要用业界最高心 因为他把人才的密度提到最高 那这个其实也是Hastings 他自己得到的一个经验 其实在2000年 就是网络泡沫的时候 他有一次大裁员 就是大概裁员了三分之一的人 他其实是非常痛苦 然后他觉得说 你想说办公室有三分之一的人都不见了 应该大家的士气是非常差的 然后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说 还会不会再有下一波 我是不是就是下一波的那个人 可是他后来发现说 没有耶 大家的士气很好耶 就是说反而工作效率更好 产出更好 那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批走掉的那些人 他是都是先用能力 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可能是表现比较不好的人 所以留下来的都是能力比较好的人 他发现如果大家都是能力比较好的人 其实完成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其实大家真的想一下 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为了去救球 救那个人不要把球掉下来 你花的那个力气 对 跟你要去完成 你可能做完两件事情 还救不了一个人 对 所以为什么在讲人才密度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对于所有的人来讲 都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对主管来讲是一个提醒 那我觉得对于一般的工作者来讲 也是一个提醒 你会知道你的老板是如何在评量你的 对 像对于这个就是Netflix非常明快 就是你不适合 你跟这家公司不适合的时候 他不会采取一个我们比较习惯 就是我们先留一段评估的时间 然后再来第二次评估要不要留 那他会非常明快说 不适合的人才会领到丰厚的资钱费 就是我们不浪费彼此的时间 我们可以留给彼此 我找更好的人才或另一个适合的人才 但是你也可以去找另外一个更适合你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人才 追求高人才密度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些外部的人看起来 真的是超级血腥啊 什么不道德啊 残酷 对但是如果你以一个他最终的目标 就是为了Netflix好 就是让Netflix可以成长的 这个目标来看 这个确实有其必要性 我觉得这跟他的 就是他自己用一个方式来讲 就是他们的一个价值的选择 也是有关的 我相信就是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啊 就是我们通常工作的时候 公司最会强调的就是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我想不管是不是 就是亚洲企业 东方企业 或是西方企业 也会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那Haston他会很明白的讲说 我们不是大家庭 我们是professional team 就是你要像是一个职业球队一样 职业球队是什么意思啊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自己喜欢 爱看的球队 然后职业球队的人跑来跑去的 是 那些跑来跑去是怎么跑的 是被交易的 就是你在这一队 球季结束之后 对球季结束 表现不好的时候 你是会被交易出去的 对 所以呢 他想说 我们要的就是一个职业球队 我们大家有最适合 跟最好表现的时候 我也有可能 我请不起你的时候 或是我的business model改变 我们彼此不再适合的时候 可是你的技能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在其他地方 还是可以找到相应的工作 适合你工作的方式 可是如果是家人的话 他就会是另外一种关系 就是呢 我们要永远的照顾 或者说 这个人好不好 或者说 他的好或不好 我们要不要直接讲 因为家人的话 因为就是你是无限的包容 对 那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他其实讲的 蛮清楚的 就是大家是一个专业的关系 我相信很多 今天很多的 新世代的工作 不管你是要发展斜杠啊 或者什么 其实类似的状况 是一样的 那整门书的最后啊 其实我觉得 Hastings他用了一个 我觉得很美妙的比喻 他说 很多人可能会羡慕 Netflix文化 也可能会质疑他的文化 以及他这几个原则 比如说高人才密度啊 透明啊 然后控制少啊 这等等 那他说 其实要运用这个文化之前 其实你要对自己的企业体质 有一些判断 并且他用了交响乐团 跟爵士乐队来 比喻两种不同的企业文化跟体质 我们也请运一帮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小节 其实Hastings他很清楚就是 今天Netflix的文化 是一个创意型产业的一个文化 就是no rules rules 零规则 我们绝对不会希望 我们的医院是零规则 对 就是有一些 他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严明 绝不可犯错的规则的场域 就是可能医院的某些研究单位 他可以是no rules 可是你不会希望整家医院都会是no rules 那就是一个灾难 所以他知道就是说Netflix的文化 他不是适应所有的 可是如果你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创意 有创新 能够突破限制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这些的要素在里面 那这是Netflix他自己实践的经验 那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爵士乐团呢 爵士乐团他有一个共创的过程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知道 可以如何的互相的搭配 完成一首曲子 可是他不是一个制式的 就是说这个音符一定是多长 然后他要休息多久 然后谁会开始 然后这边大声那边小声 他可以因为前一个人的演出 而有一个修改 可是最后呢 他还是一个最悦耳的声音 那就跟我们整个团队 要去争取一个案子 那他中间可能会有非常多的变化 那每个人可能要补位 或者说要有一个不同的贡献 可是我们最后是一起完成的 所以它是一个创意型的 一个产业最适合的方式 身为我们现在人 就是身为工作团队里面 每个人都在是其中的一份子 我觉得零规则这本书给我们几个 其实先不管说你的公司 或者是你的企业 是什么样的文化 或者是什么样的管理政策 我觉得有一些其实可以 就直接应用到 我们自己的工作范围内的 比如说Netflix 非常强调的诚实 直接的回馈 而且这个回馈 第一个是你的回馈 是能够协助其他同事 或者是整个公司的发展的 再来是你不是恶意的 就是你不是为了要 故意贬低别人 不是伤害别人 再来在给建议的时候 你其实是以这个 对方可以实行的方式 比如说我建议你可以怎么怎么做 或我建议你下次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调改 那这个诚实感言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 许多人的工作 尤其是团体合作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借进 或者是学习 甚至是朝向的一个目标 那另外一个是 Netflix最强调的 就是自由与责任 当我们羡慕很多的企业 或者是甚至别家公司 有什么样的自由之前 也许我们可以先认知到 我们每个人身上 对于这份 眼前这份工作 或者是你手上的事物的 这个责任有多大 那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 不管是前面的 所有的资讯的准备 或者是所有的 相关的意见的统筹 你去了解了之后 你才握有一个 最正确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当然认知到这些责任 你才会有相对应的自由 那今天非常谢谢韵怡 来跟我们分享 《零规则》这本书 那也欢迎大家到书店 或者是成品线上 来查询这本书的书讯 有兴趣的话可以购买 那今天谢谢韵怡 谢谢 拜拜